蒋经国查封了表弟孔令坎开办的杨子公司的仓库 宋美龄出面为孔令坎求情 却遭到蒋经国拒绝 他无奈向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求援 一年前杨子公司遭查处时 就是蒋介石出面为孔令坎解围 那么这次他会违背自己亲自颁布的法令 再次解救杨子公司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豪门走私套会案第四集 老蒋霍西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 蒋经国派人查了孔令坎的杨子公司仓库 孔令坎向宋美龄告状 宋美龄专程赶到上海劝蒋经国与孔令坎要顾念手足情义 有话好商量 宋美龄的话说的虽然有水平 无奈这对表兄弟一见面就动了火气 谁看着谁都不顺眼 对于蒋经国来说 查处杨子公司可谓箭在闲上不得不发 为了金言权改革能够向前推进 他已经做好了大义灭亲的准备 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让季母不高兴 但因为自认为背后有父亲的支持 所以他并不想退色 听了季母的话以后 蒋经国开口说话了 他的话是对孔令坎讲的 讲什么呢 讲金言权改革如何重要 讲父皇对这件事情如何重视等等等等 要求孔令坎能够顾全大局 我们平心而论 蒋经国讲的这些话水平不高 因为都是官场 在大道理上套话 不像是自家兄弟之间的贴心话 很难让人口服心服 果然孔令坎听了他的话气得哇哇吼 什么 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 还要我顾全大局 蒋经国那年38岁 孔令坎32岁 两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又都有自视过高 目中无人的毛病 两个表兄弟都认为自己是个人物 谁也不服谁 当着宋美龄的面 两个人就大吵了起来 有人说孔令坎一气之下还掏出了枪 蒋经国一气之下站起来就往外走 边走边说 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 孔令坎毫不示弱 在他身后喊道 你不要逼人太甚 狗急了也要跳枪 假如你要搞我的养子公司 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 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 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大要非要与蒋经国拼个鱼死网破的气概 宋美龄在一旁气得面色煞白 手脚发抖 只得给蒋介石打电话 说上海出大事了 让他火速来一趟 宋美龄在这边刚刚把电话打出去 孔令坎三那边就把事情闹到街上 据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方庆廷回忆 在报纸报道养子公司案后的某天晚上 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一帮年轻人 正在南京路直勤 一辆轿车从国际饭店那边呼啸而来 人们扭头看去 只见来了一辆黑色高档别克轿车 车开得很快 车主很招摇 这位开着豪华轿车的人 不仅冲着他们喊叫 还敢拿着枪口对着他们 真是活见鬼了 关于车主的身份 我们在开篇时就讲过了 那件事情的过程前面也做了交代 看见六大队的队长 见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总队长王生 事后向蒋经国汇报了这件事情 问要不要把孔令坎抓起来 蒋经国听了汇报还生气 但还是摇了摇头 表示不要抓人了 这事情就当没发生算了 周边的人们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都有点发凉 方庆庭回忆说 一夜之秋 我们已看出他的引钟 直到限价即将结束了 和一年前一样 杨子公司的案件 几经周折 最终又到了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的面前 然而此次 孔令坎违反的是蒋介石全力推行的金元券改革的法令 这项改革 这项改革又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生死存亡 放过 孔令坎 极有可能导致这项改革毁于已大 使得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雪上加霜 那么在此关键时刻 蒋介石还会像上次那样出手解救 杨子公司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豪门走私套会案第四集 老蒋霍西尼 蒋经国与孔令坎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蒋介石正在北平与沈阳之间往返奔波 东北战局让他心急如愤 烦躁不安 但是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全国多个战场展开殊四波上 进入九月份以来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东两大战场连翅败仗 从九月中旬开始 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开始清理锦州外围的一些城镇 九月二十九日 锦州机场已处在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中 驻守锦州东北较总副司令范汉杰 及其所属十几万国民党军陷入重围 为了挽救锦州及整个东北战局 九月三市蒋介是由南京飞北平 十月二日又由北平飞沈阳 他飞来飞去苦口婆心的给前方将领做工作 十月五日 他又和副作义一道 经田京至唐姑登上军建道湖岛视察 亲自调兵遣将 十月七日他从葫芦岛返回唐姑 再回北平 第二天上午又与副作义一道 与前线指挥官共同研究作战计划 然而作战计划尚在拟定中宋美龄打来电话 说蒋经国与孔令凯闹发人天要出大事 蒋介石听过宋美龄介绍了相关情况以后 二话没说坐上飞机就去了上海 正在等着与蒋介石继续研究增兵锦州作战计划的副作义 到了下午不见老头子召集会议 一打听才知道蒋介石被宋美龄一个电话叫走了 他觉得不可思议 也有些无可奈何 就对身边人说 蒋先生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 我们平心而论蒋介石不能说是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人 在他心目中江山设计始终是第一位的 在东北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 他突然回到上海 只能说对于国民党的江山设计处理上海的事情 比东北战局更加重要 因为杨子公司的案子不是只处理一个孔令侃的问题 孔令侃的背后是整个孔氏家族 而且牵涉到了宋氏家族 也必然会牵涉到蒋氏家族 这是他不能不由所顾虑的 而且当下为了坚持打内战 他急需美国援助 为此蒋介石正在考虑请夫人再次赴美 令夫人与美国政界的关系 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能够早些到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夫人因为杨子公司的事情有求于他 他能坐视不管吗 所以在接到宋美龄的电话以后 尽管前线军情紧张 他还是毫不犹豫的立即飞回了上海 蒋介石到上海以后 先是在爱卢与夫人见面 不用说夫妻二人在一起要谈论蒋经国 查处杨子公司的事 并且定下了如何处理此事的基本策略 蒋介石从北平飞到上海这件事情 蒋经国起初并不知道 那天蒋经国正在无锡参加11个县的经济管制会议 会议期间有人告诉他 总统已经到了上海 急着听你的汇报 当晚9时 蒋经国离开无锡 夜里12时才到了上海 他不好深夜去爱卢 只能推迟到第二天去向父皇报告 第二天早晨5点30分 天刚破晓 蒋经国就急不可耐的拜见父皇 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清晨拜见父亲 报告上海情况 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但亦不忍报告 盖不愿烦父之心也 蒋介石那天的日记也记载了父子相见 他写道 经儿自息来见 在美庭中续谈 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 经济本为复杂难理之事 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 诡诈 惠萃之地 其处理不易可想而知 老蒋就是为洋子公司的案子来上海的 而小蒋又是处理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他们在一起不可能不谈及洋子公司的案子 父子二人在日记中都不写这件事 只能说他们的谈话内容诡异 不适宜形成文字 据说蒋经国从爱楼出来以后 曾仰天长叹 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 而后对国尽忠了 蒋介石在与小蒋密谈以后 第二天又接见了一些上海药员 当天的申报报道说 总统先后接见吴国珍 蒋经国 宣帖武 吴开仙 方志 薛岳 余鸿军等 对于本市物价及最近尽管工作进展状况 垂寻颇降 并面语必须稳定物价 安定民生 新闻颇见风平浪静 但不少人在回忆中都讲到 蒋介石那天心情很不好 还发了脾气 比如 蒋经国的亲信程一宽就回忆说 总统为了杨子公司的事 把宣帖武痛骂了一顿 宣帖武自己也对别人诉过苦 说总统骂武 派人去查抄杨子公司 说是要造反了 还有人说 蒋介石在与吴国珍等人 谈到杨子公司案子时 说过这样的话 人人都有亲戚 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 请你们各位想想 谁又能铁面无私呢 我看这个案子 打消了吧 老蒋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杨子公司的案子还怎么查 本来对于查处杨子公司 态度坚决的要属小蒋 而小蒋之所以态度坚决 是因为他认为老蒋会支持他 如今老蒋表态要保孔令坎过关 小蒋自然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 其他人呢 原本就态度消极 如今正好借颇下驴 此事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孔令坎 还有宋美龄 当天上午十点 在吴国珍 宣帖武等人辞出以后 宋美龄在众多记者的注目下 亲自驾车将孔令坎带进碍路 大众夜报记者记下了当时的情节 报纸说 夫人遇黑色旗袍 孔遇灰色西服 神态依然 那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蒋介石在上海只住了一天 因为十月十日是国庆节 又称双十节 蒋介石要到南京出席相关纪念活动 并且要发表讲话 所以十月九日下午 他便与宋美龄一道离开上海 回到了南京 把上海一个烂摊子留给了蒋经国 由于老蒋在上海的时候 并没有对外公开讲养子公司的事 罕见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一些人 仍在等着蒋经国下令 要进一步查处养子公司 小蒋的亲信贾义宾 就曾几次追问过这件事情 一开始 小蒋装聋作哑不吭声 后来有一次把小蒋问极了 发了脾气 锤着桌子 反问蒋一臂 养子公司没犯法 你让我怎么查 其实养子公司犯没犯法 蒋经国比谁都清楚 养子公司为什么不能查 也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养子公司的案子就像是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打虎英雄蒋经国的真面目 原来蒋经国常说 他在上海是直打老虎不拍苍蝇 养子公司案件之后被人们改编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上海新民晚报还刊登了一组打虎漫画 一共有三幅 第一幅是老虎来了 画着一个老虎张着血喷大口走下山来 第二幅图是打 画着一个小伙子脉步向前冲着老虎举拳要打 第三幅图是原来是自家人 就是讽刺蒋经国看到孔令凯出场认出了自家人 打虎也就不了了之 人们还将蒋经国来上海以后 常挂在口头的一些豪言壮语做了改编 蒋经国说他来上海是要打祸国的败类 救苦难的同胞 经过改编以后人们说他来上海是要打苦难的同胞 救祸国的败类 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发话 放过孔令凯和杨子公司 事情似乎就要画上句号了 可没想到国民党内竟然有人不听号令 试图继续查办杨子公司 那么这个胆敢与蒋介石对着干的人是谁 而此时原本要查办孔令凯的蒋经国又会作何反应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豪门走私套会案第四集 老蒋霍西尼 对于杨子公司的案子 蒋经国放水 但仍然有人揪着不放 谁呢 中央监察院院长余佑任 杨子公司的案子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 很自然的被监察院长余佑任注意到了 余佑任指派雄在位和金月光两位监察委员来上海调查此案 两人领命以后迅速行动 十月七日便来到上海 比老蒋到上海还早了一天 老蒋走了 雄金两位监察委员却没有走 当时上海的官员包括蒋经国在内 对杨子公司的案子都不再查了 但雄在位和金月光两人却不依不饶 坚持要把杨子公司的案子查到底 自十月十二日起 他们先后走访了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经济都道员办公处 上海市警察局 社会局等等单位 会见了蒋经国 还询问了孔令海本人 两位监察委员还说 他们不仅要检查杨子公司 在此次上海经济管制期间的囤积居棋行为 还有检查该公司自开办以来 所设计的所有走私套汇等不法行为 都道员蒋经国 市长吴国珍和警察局长余淑平 不知道该怎么办 便向蒋介石汇报 请示应对方略 正在北平的蒋介石接到汇报以后 也很头疼 因为监察院长余又任是老同盟会员 在国民党内的资格比蒋介石要老了许多 而且又是个坚持按原则办事的人 用对付其他官员的办法 对付余又任肯定行不通 蒋介石思前想后 还是在10月18日 市长吴国珍发了封电报 专门讲了如何保护养子公司免受查处的事 电文讲 关于养子公司事 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 终以为依法而论 书不合理 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 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道 如果属实 可主令凯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 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 是否有权 以免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 拒绝其检查 并以此意约经国窃伤 误使任何商民无故受取也 什么意思呢 蒋介石在电报里讲 说监察院的主要职责是防范政府机构与官员贪赃忘放 而养子公司是一家商营事业 监察院出面检查商营事业是在无理取闹 这就为吴国珍等人干扰此次检查找到了理由 怎么干扰呢 蒋介石的意思是让吴国珍接受这个案子 并且与蒋经国联手为养子公司撑腰 还出主意让孔令侃聘请律师与监察委员打官司 蒋介石让吴国珍帮助孔令侃 然而吴国珍却对此并不热心 吴国珍本就看不惯孔令侃的做派 不久前孔令侃竟然又假借他父亲孔祥锡的名义 把吴国珍约到孔宅 大模大样的对吴国珍说 希望他插手养子公司案件的调查 保自己过关 孔令侃的举动让吴国珍觉得自己受了戏弄 十分生气 有了这次经历 对于养子公司的案件 吴国珍始终不愿过问 如今蒋介石又让他主持案件调查 他该怎么 好吧 据吴国珍回忆 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觉得很可笑 想当初蒋经国来到上海完全是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 把他这个市长弄成了空架子 为此他还向老头子递过辞城 如今蒋经国闯了祸 让他来收拾烂摊子 他才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吴国珍回忆说 于是我只好装糊涂 到了第四天 蒋夫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问我电报收到了没有 我只好故意装作没有看见 好一个富畅富随 蒋介石发来电报 宋美龄又打电话催问 吴国珍没办法再拖下来 他又找到了蒋经国 此时的蒋经国也顾不上扮演打虎英雄吧 而是坐下来与吴国珍共同谋划 怎么帮孔令肯逃避检查 两个人反复商量以后 做出三个决定 一 是由市警察局通知雄在位等两名监察委员 说检查养子公司全部业务已经超出了市警察局的权限 前此派出会同检查的警员需全部撤回 二 是通知杨子公司代表 当监察委员再去检查的时候 让他们以没有上海当地行政人员在场为由拒绝查账 三 是听说监察委员雄在位 与曾任东北行员主任的雄世辉交一颇深 而雄世辉自卸任东北行员主任以后就住在上海 吴国珍与他还有些交情 接着这层关系 吴国珍计划去走一种雄世辉的关系 让雄世辉出面劝劝雄在位建好就收 不要再查下去了 吴国珍将以上三点通过电报向蒋介石汇报了 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 随后蒋经国吴国珍又拉上松户警备司令宣铁武 上海市警察局长余淑平 四个人连起手来做养子公司的保护伞 使雄在位等二人的调查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这便使得杨子公司的案子不了了之 孔令海最终涉嫌过关 杨子公司一案是蒋经国与他所说的豪门资本的一场公开决战 杜月生当着全上海工商界代表的面给蒋经国下了一道战术 蒋经国接过了战术并当场表了态 结果蒋经国一败涂地豪门资本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以后蒋经国所督导的经济管制实际上已经无法坚持下去 这以后金元券又走上了法币的老路 国统区出现了更加疯狂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国民党的金元券改革和经济管制彻底失败 10月5日蒋经国灰溜溜的离开上海 随后孔令凯也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 杨子公司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全部被人民政权没收 讲完了这个案子 我们再讲几句总结性的话 杨子公司由特权人物创办 凭借特权专做套汇走私等违法生意 杨子公司的创办者孔令凯 为人浮潜张扬 做事不计后果 杨子公司及孔令凯的违法犯罪行为 路人皆知路人侧目 但由于有特权庇护 人们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蒋经国来上海督导经济管制 可谓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生死存亡 在蒋经国面临着不处理杨子公司 经济管制就无法推进的时候 蒋介石亲自出面保护杨子公司过关 后来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 不少人总结失败原因的时候都说 国民党并非被共产党打败 而是被自己打败的 如果这句话还多少有些道理的话 我想这个打败国民党的自己人里边 孔令凯和他的养子公司理所当然的榜上有名 关于养子公司走私套会案 我们讲完了 谢谢大家 渡月的一天凌晨 上海滩宏极一时的名记 人称花国总理的王莲英被杀害后抛尸麦田 一辆高级轿车让一位全国知名的富商 和一位名校出身的高级白领成为警方怀疑的目标 他们会与杀害王莲英的案件有关吗 明天的节目中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麦田女师